各位同學早安 今天來教大家畫一朵大理花 那我們今天要用什麼筆 我們今天要換橢圓筆來畫 看得清楚嗎 有沒有 扁扁的 這就是橢圓筆 我們今天用橢圓筆來畫 好 我們現在開始 一樣把筆用白色的 白色的 然後沾一點點粉紅色 我們就畫外圍 這就是一半 來畫第二半 畫第二半 差不多三半 畫三盒就一個花瓣 好 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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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长一点大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再做第二次 这就是我们大理画的第一层 那现在我要画第二层 那如果画第二层的话 我会建议稍微颜色加深一点 加深一点点 白色 然后弄一点深色 不要太多 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两片花的中间画 两片 这样又是一片 也是一样 有没有注意到我会在一边用白色 转过来一边 加一点点 稍微深一点的玫瑰红 我们来做第二半 我们继续哦 白色 翻过来 翻过来的深色加一点 不用太多 白色 那如果感觉原料囤积太多 把它擦掉 随时给它擦掉 擦掉我们再继续做一遍 那我会习惯性的给它润一点 齿干剂 因为我发现齿干剂挺好用的 蛮嫩滑的 对压克颜料挺好的 蛮嫩滑的 好 一样把它擦干 然后现在白色 现在做白 润白色的颜料 然后另外一边我会习惯性 加一点点深色 这样做出来的话 会有酸层颜色的感觉 一样压比手比 是不是感觉有酸层颜色 而且我们颜色慢慢加深 好 这边白色 糊掉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把颜料擦掉 白色 深色 另外一边深色 注意看 润一点点 不要太多 一样 都往中间方向走 我们第二层的话 做好了 现在做第三层 第三层的话 我们就稍微换 小一点的椭圆比 刚刚用椭圆比 刚刚椭圆比是三号 现在换一号 换一号的椭圆比 一号椭圆比 然后这次我要稍微用深一点的颜色 用深一点的颜色 感觉效果如何 软一点点白 感觉会比较有点层次 花的颜色看起来比较不会呆呆的 感觉就OK了 真美 然后我们先来做他的花苞 一样深色 然后点一点点白 前面点一点点白 我们来做一个花苞 两笔成型 一个小花苞 可爱吧 再来一个 做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花苞 一样润一点点白 稍微做个不一样的造型 一个大一点的花苞 小一点的花苞 自己喜欢的叶子的颜色 看你是要深绿啊 浅绿啊 如果要浅绿的话 就加一点黄 深的绿 加一点点黄 它就变成浅绿了 然后一样在前面 给它润一点点黄色 前面润一点点黄色 这样我们的叶子 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单调 一样压比转转转 我这叶子 我这叶子如果嫌它 还不够大 因为本身大理花的叶子是胖胖圆圆的 所以我现在继续给它稍微加大一点 然后一样原来地方这样 稍微黄色就稍微加多一点 让它比较更更轻 好压比然后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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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挺美的 那如果我现在旁边的小叶子画小 我们当然要换笔 换一支稍微更小的笔 稍微更小的笔 看得清楚吗 有的时候拉不动 加一点吃盖器 再来一次 把质干做一下 绿色 深的绿色 加一点点黄色 就比较变得比较翠绿 不是那么 把质干再做一次 把花包顺便做一下好了 花包顺便做一下 我们把他小花包顺便做一下 把他小花包顺便做一下 把这边有双成的颜色出来 把这边有双盛的颜色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压比瘦瘦瘦瘦 我们的花二 有叙叙就做出来了 压比瘦瘦瘦 花花很轻松的 多练几次 花不好再来一次 这是后面的 那我们的小花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画 画它的叶子 我拿一支圆笔 拿一支圆笔来画 就它吧 一样调出我们要的绿色 黄色加绳铝 调一个我们喜欢的颜色 加一点吃干净 吃干净本身也可以当润滑的作用 要不然压克里的颜料 有时候会蛮色的 会画不出我们要的感觉 一样在笔尖加一点点黄 来画这个小花苞的叶子 一样压比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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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就出来了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大片的叶子 这边我们要再画一个叶子 再画一个叶子 小叶子 有时候多画一点 整个花就显得更美了 花不是很好看 可以再来一次 今天我们的大理花画好了 现在来画它的重心 点一点 由内往外点点点 把花心稍微点一下 再用白色的加强点几点就好了 然后今天我们的大理花就画好了 再用白色的加强点几点